就是財醫大新章 當我們頒給他以後 他也回證我們他們國人最高級的 所以他們國家最高級就叫酋長新章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新章也蠻有意思的 酋長新章 那這個呢 是最近小英總統到 巴拉嗎 巴拉圭 巴拉圭的總統頒發給他 這個是他們國家非常 就是最高級的新章就是這個 但是好像報紙上寫啊 小英總統好像沒有交換 我們並沒有把我們的財醫大新章拿去 跟他換好像沒有 也許有可能是等到巴拉圭總統 到台灣來訪問的時候 我們就再頒得到 這個是屬於彼此都是最高等的總統 才有這個新章 那剛剛我們講的 馬英九頒出去13個嘛 對不對 那陳水扁總統 你們知道判出去十幾個 15個 15個 欸 才不懂 他判出去16個 16個 16個 因為他拼外交 我們都曉得 我們台灣啊 總統要拼外交 這很辛苦 這個是一個方式 那我就判出去有這麼多 這個是找到 才一大新章 但是這一個的造價 真的是也不便宜 等一下我們那裡有一個真品 就在那裡 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那另外呢 我們就不太多做介紹了 那這一個清一新章 所以民國三十年二月搬行 但是第一次大概民國三十三年的元旦 整個就是利用元旦的時候搬出去 第一次搬出去清一新章 那第一次搬出去一等的清一新章 搬出去有十位 那十位裡面一位是老角 另外五位是五院的院長 就六個人 那再加上一個是國防委員會的秘書長 還有一個是金氏委員會的秘書長 那就八個了 那另外還有兩位是女性 那各位可以猜猜看 那兩位女性是哪兩位 第一次搬的時候搬出去新一新章 那兩位 你們在中國歷史 因為各位都學歷史 可能也很清楚 大概哪兩位女性 有這個資格拿到這個 幾年的時候 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 欸對 哇你好厲害 沒有錯 宋美玲是其中一個 那還有一個呢 你想想看 中國在現代史裡面 有哪位女性 哇你好厲害 宋慶玲 沒有錯 宋慶玲 就是第一次搬出去十個 一等清一勳章 就是有兩位女性 一位就是 宋慶玲 一位就是宋美玲 這是這兩位 那另外我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金職勳章 金職勳張 著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